新闻报道 日前一名水电工检查浴室线路时 疑似触碰漏电电线 遭110伏特电压电几约30秒送医不治 为何家用电也会致命 专家说 家用电虽然只有220伏特或110伏特 不是高压电 但触电伤害程度的轻重 以通过人体的电流大小 时间长短 导电性 电流跑到体内与器官接触等状况有关 人体触电时 若回路短 人体可能感受到触电或灼伤 临床上曾有民众被家用电电击 但因没有经过心脏 除手脚底有小伤口外 并没有生命危险 但如果电流乱窜穿过心脏 就可能导致心壁不整致死 落在浴室 地上是湿的 或身体有汗更容易被倒电 穿过身上的电流会更多 更严重的情况 因电脊导致肌肉收缩 造成手无法摆脱线路 导致电流持续往身体跑 专家提醒 家中一旦发生有人触电无法放手 最好的处理是切掉电源 民众在家维修家电或线路时 一定要关闭电源后再接触线路 才能避免危险 另外如果触电后发生胸闷心悸等症状 最好尽速就医检查 我看我说 我们上次排优 我看我说 还能发生了 我看你 我看我看你 我们下课 我们下课